那麼這整個事件 從肯亞一路帶到了中國 這整件事情的過程 整件事情中國的做法 你到底是認同還是不認同 你能不能給我一個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的答案 認同還是不認同 不能夠太認同 因為詳細的理由 哪一個部分不能夠太認同 哪一個部分又能夠認同 因為他們詳細的資料狀況 我們都不知道 他們掌握了多少 你詳細的狀況都不知道 那你在發言什麼 什麼叫做犯罪 什麼叫做人權 你什麼都不知道 你有什麼道理在講這些話 我現在再問你一遍 我現在再問你一遍 你對哪一件事情認同 對哪一件事情認同 你告訴我 我沒有說哪一件是認同 我只剛剛說不太認同 是因為我還留一個 法律人應有的基本的態度 對不知道的事情 要有給他一個空間 我現在有很多是不知道 我當然不能說百分之百 你對你不知道的事情 就在昨天的記者 面前詢問的時候 你回答 人權不包括犯罪 你有沒有講過這句話 當然 沒有人有犯罪的權利 人權不包括犯罪 在你的心裡面 這些已經被押解到的中國 是不是都已經構成犯罪 我不知道 因為是大陸主張他們犯罪 我沒有看到證據資料 我如何去認同他有犯罪還是沒有犯罪 羅部長我再問你一件事情 你認為中國的司法是獨立的嗎 從什麼角度去看 你說的獨立還是說 你說說看啊 從什麼角度呢 你的角度說說看啊 中國的司法是獨立的嗎 我覺得不夠 你覺得不夠 所以他們也一直在司法改革 那我再問你一件事情 當這些人 從肯亞以被驅逐出境的方式 來離開肯亞的時候 你剛剛一直提到 肯亞說 要驅逐回出發地 我請問羅部長 你這是哪一個的國際法原則 哪一個的國際法原則告訴你說 這應該要回到出發地 只要肯亞自己國家這樣說就可以了 而且他是肯亞他要遵守哪一個 我現在問您部長 是您的高見 你不要問肯亞這麼做 我問你 我問你回到出發地這個原則 是哪一個國際法原則告訴我們 不是哪一個民文條例 但是我們自己都這麼做 我再請教一下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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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剛剛也說 對於中國的司法的獨立 你有所質疑 是不是 那在對中國的司法的獨立性 有質疑的情況之下 你從一個我們保障我們國民受到 不受到非法的人身自由拘捕 保障我國的國民 不受到一個不公正的審判這樣的前提之下 法務部對於從一開始 從一開始 從肯亞的警方不接受法院的禁制令 甚至用一個違背受移送人的意願的情況之下 甚至沒有把它回到他原來的國籍地的原則 甚至也沒有按照我們現在所謂的刑法 刑事的司法互助協議這種 所謂通報的一種精神 也沒有按照我們現在 依照現在已經內國法化的兩公約的原則 我們來確保他們的人身自由不受到非法的侵害 我們也要確保他們能夠在 被交互到那個該國的國家 就是現在的中國 能夠受到一個公正審判的一個情況之下 你這樣子的整個的過程 法務部難道不應該在第一時間 表示出抗議的態度 我們確實就如委員說的 我們要求要保障我們這些台灣人的 人身這個他的權益 包括人身安全跟他的合法權益的保障 我們第一時間聯繫的時候就強調這一個 甚至要求他把人送回來 所以委員講的這個道理我們都懂 羅伯長你再說到 你在說到 我們這邊 凡是送到台灣都輕判 凡是送到台灣 都沒有辦法去有效的制裁 這個是您真心的話嗎 這不是 這是媒體大家的講法 我至少今天在早上尋答 您在回覆林德夫委員 您就有講過類似這樣子的預料 是 類似四個案件 當中檢察官都認為說證據確鑿了 在台灣起訴 但是仍然有人判無罪 法務部 是不是應該 法務部是不是應該明白的告訴國人 我們在103年 就修正了我們的刑法 利用電信來詐欺 會構成七年以下 一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你是不是應該明白的告訴國人 你是不是應該明白的告訴國人 我們罪責 我在講的時候 你們不要插嘴可不可以 好 我也沒叫你回答 我們 電信詐欺出了一年以上 七年以下 那麼我們現在還是一罪一罰 那是比較早 也就是說 剛剛如同早上段委員所問的 每詐欺一個人 就要受到一罪的處罰 那我請問你 在一年以上 七年以下 這樣的有期徒刑 的一種法定型的架構下 在一罪一罰的架構下 那你認為 照您部長的看法 認為我們判得太輕 我們沒辦法有效的制裁等等的 像這樣子的一個論調 那照您的高見 那你認為詐欺判要判到什麼程度 你才覺得爽 報告委員 法定型跟實際判的其實兩回事 這一點委員非常清楚 你為什麼會講到說 電信詐欺有什麼醫科罰金這種概念 不是說我有概念 是事實上的判決是這樣 就是之前 雖然法定型說是五年為上限 我拜託 您有一點點的法律水平好不好 我們現在在講的是 電信詐欺 現在有可能判醫科罰金嗎 是 沒錯 法定型不等於是判決的刑 不是 我現在講 待會你 委員不知道嗎 電信詐欺 引用現在新修正的刑法 有可能判醫科罰金嗎 但是法院如何 有可能判醫科罰金嗎 你回答嘛 有沒有嘛 是沒有 但是他可以判得很輕啊 還是可以很輕啊 每次問你 問東達西 但是之前五年以下 那你為什麼 剛剛回答林鄭委員說 在那判什麼醫科罰金 還有規定法院不可以判無罪嗎 法院認為證據不足不能判無罪嗎 這就是檢察官起訴認定 所以你整個都在誤導嘛 不是我誤導 你沒有在誤導 沒有 你從頭到尾 呼和了中國 對於本件事情有一個優先管轄權 你從頭到尾 呼和了說 我們對於打擊 這種所謂的電信炸氣案件 沒有能力 我不接受 你從頭到尾 誤導整個國民說 我們就應該把所有的犯罪 都委外給中國辦就算了啦 我不接受 你的看法 你的看法 從頭到尾 就是讓國民有這樣的印象啦 我不接受 荒唐自己啦 委員的諮詢才是荒腔禮譜 接下來請管碧林委員 發言時間6分鐘 我們羅部長很厲害 讓我們看到顧委員的本性喔 呵呵呵 呵呵 這是什麼意思啊 呵呵呵 他也是會發飆的本性啦 今天被四個委員被你激怒發飆 來 呃 呃 主席我們請部長 請羅部長 那只有6分鐘 來 委員好 部長啊 其實今天部長在這裡已經讓